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早安 今天到了我们灵修的时间 我们要读生命纪第九章九到二十一节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耶和华又对我说 我看这百姓是硬着颈像的百姓 是什么是硬着颈像的百姓呢 我从圣经以赛亚书 我看到他写的硬着颈像是什么 就是你的颈部呢是铁座的 你的额头是铜座的 哇我们再想想看 一个脖子是铁座的 额头是铜座的 那么表示这个人是硬的 是不能转头的 然后他有他的思想是很刚硬的 所以表示这个人是什么呢 是一个顽梗的人 另外一处以赛亚书讲到说 这个硬着颈像的人是被虐神的人 他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让圣灵担忧的 然后呢我们因为心是刚硬的 所以我们对神也不听从 我们也不顺服 我们来看生命纪九章十二节 神对摩西说 你起来赶快下去 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 已经败坏了自己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促成了偶像 神说以色列百姓偏离了神的道 他们是硬着颈像被虐神 我们都知道神拣选了以色列百姓 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 把他们救出来 墓地为着他们能带到迦南美帝 当他们走在寬野的时候 在第十节 当摩西到西南山上见神四十天 神交给摩西有两块的石板 是神用指头写的 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就是十节 要给以色列百姓 记住神的律律法则 想不到百姓 见不到摩西下山 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 因为他常常听摩西讲话 现在摩西不见四十天了 所以他就跟亚伦说 为我们做神像 亚伦就为他们 促成了一只牛肚 以色列百姓就像牛肚下败 被虐了十节中 败偶像的滔天大罪 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个灵 人是看不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 神是圣洁的 我们是见不了光的 我们知道摩西 我们知道摩西见到上帝在荆棘里面 只是见到他的阴 没办法看见他的脸 摩西的眼睛 哇 也是张不开的 所以呢 我们这么误会的人 我们没办法见到神 是 讲到当我们遇到困难无助的时候 我们来想想看 你第一想到的是什么 想到的 赶快找人帮忙啊 有可能你自己很能干 你有名声 有地位 有权势 你就想靠你自己 这样无形的偶像 你忘了神的存在 第三 有可能呢 你没有金钱地位 人也不帮助你 然后呢 你就去找一个偶像 有形的偶像来拜 能够满足你心中的平安 你真的可以平安吗 圣经告诉我们 你依靠偶像的 你的愁苦是越来越加征的 虽然我们常在犯罪的当中 感谢主耶稣为我们 钉在十字架上 当我们愿意相信他 他就背负我们的重担 挪去我们身上 所有一切的枷锁 他也带领我们 认识独一的真神 那我们知道 我们所敬拜的神 是有怜悯 有慈爱的神 祂是创造我们的父 这位神是永远在我们身边 因为祂差遣的主的灵 与我们同住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不要硬着惊吓 唯有信 当你相信神 祂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主很乐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祂要赐福给我们 无论今天我们发生的任何事情 等候祂的人 是不至于羞愧的 愿神祝福祂的话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感谢祢 赞美祢 因为我们信 祢是爱我们的神 祢的手必要引导我们走天路 虽然世上有苦难 虽然我们会遇到这样的肺炎疫情 但是主啊 求祢叫我们离开凶恶 不受试探 主啊 用祢的爱 吸引我们 每天待在家里 也能够欢欢喜喜的 有平安 每天有神的同在 叫我们的心 全然归向耶稣基督 是福给我们每一个人 叫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 得着力量 因为祢是我们的盼望 感谢主恩 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